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一本经典且重要的心理学著作《社会心理学》 由美国霍普学院的知名心理学家戴维·麦尔斯所著 这本书被广泛认为是最全面、最权威的社会心理学指南之一 虽然书的内容厚重 但我会尽量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帮助大家掌握社会心理学的精髓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中的重要分支 因为它关注的是我们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与困惑 为什么我们会彼此吸引,有时却又互相疏远 爱情是如何萌生的,冲突该如何化解 为何我们容易被说服,容易随波逐流 在人群中,为什么有时我们会变成乌合之众 这些问题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 社交有时似乎是生活痛苦的来源 我们时常感叹他人及地狱 因为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我们不得不压抑或扭曲自我 有时我们又觉得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因为在光线的外表之下,总能看到阴险的人心和复杂的人性 然而,生命中最温暖与感动的瞬间 同样来自人与人的互动 与爱人牵手的甜蜜 与家人相伴的温馨 与伙伴并肩作战的激动 这些美好的感受是如此珍贵 那么,如何让社交互动成为一种滋养而非伤害? 除了从生活经历中学习 社会心理学也能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启发 为了让大家更轻松地理解接下来的内容 我将沿着两条主线来讲解戴维·麦尔斯的社会心理学 第一条主线是人有强烈的归属渴望 这表明人们普遍渴望被认可 被肯定 希望被伙伴接纳并融入群体 说服术 从众行为以及各种群体失控现象背后 都能看到这种渴望的影响 它也深刻影响了我们对自我的认识 第二条主线是亲善于对抗并存 这概括了人际关系的两面性 一方面 人际关系中有亲密、有爱、互助等积极的一面 人们渴望建立亲密关系 展现利他的本能 另一方面 人际关系中也存在对立、伤害与冲突 从性别冲突到族群偏见 对抗的阴影无处不在 亲善与对抗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人际互动的基本途径 归属渴望和亲善与对抗这两条主线 串联起了书中的核心内容 为我们理解社会心理学 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建于社会心理学的内容非常丰富 这本书我们分成上下两集来分享 这集我们先讲归属渴望 我会通过下面这五个问题展开 一、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他人的目光 二、为什么我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 三、为什么外在的行为会反过来影响内心的态度 四、最有效的说服术利用了什么心理 五、为什么会出现乌合之众 这五个问题不仅涵盖了本书多个章节的核心知识点 也能帮助我们洞察归属渴望对生活的影响 以及从中获得的启示 一、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他人的目光 人与人的交往往始于他人的目光 在人际互动中发生的许多事情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最初对你的印象 是高看你一眼还是低看你一眼 因此我们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如何 往往决定了人际关系的走向 因此人际互动中的首要任务 就是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形象 我们常常会有意或无意地采取各种手段 展现自己更优秀的一面 以提升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种努力在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为印象管理 焦点效应 关于印象管理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讨论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早上起床后发现发型乱得无法收拾 但由于时间紧迫 来不及好好整理 只能稍微打理一下 匆忙赶去上班 整整一天 你都为自己凌乱的发型感到尴尬 然而 与你共识了一天的同事 却没有一个人提到你的发型 难道他们都在暗中嘲笑你吗 实际上 很可能你是自作多情了 他们并不是在暗中嘲笑你 而是根本没有注意到你今天的形象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焦点效应 即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尽管多数时候这只是我们的错觉 这种错觉正是归属渴望的典型表现 我们之所以如此在意别人对我们的印象 是因为这会极大程度的影响他们是否接纳我们 这种目光焦虑渗透在各种社交场合中 我们常说人是戴着面具生活的 为了迎合他人的喜好 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行 这种行为称为自我监控 然而焦点效应反映了自我监控的偏差 表现出有时我们过度敏感 甚至脱离了现实 了解了焦点效应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交恐惧完全没有必要 当你因为表现不好或某次出丑 而陷入无休止的内耗时 不妨提醒自己 这是我过于渴望归属感 这是焦点效应在作祟 实际上没人像你想象中那样关注你 所以不要自作多情了 自我妨碍焦点效应是一种正向的印象管理 我们通过努力让自己的形象变得更好 以期给他人留下好印象 但有趣的是 我们有时也会采取一种反向的印象管理 通过故意阻碍自己的成功来维护正面形象 举个例子 假设你正在参加一项心理学研究 任务时完成一些非常困难的治理测验题 在完成第一张卷子后 研究人员告诉你 恭喜你是目前为止的最高分 你真聪明 接下来 研究人员像黑客帝国里的莫菲斯一样 拿出两种药丸 让你选择红药丸和蓝药丸 他解释说 红药丸是聪明药 能暂时提高你的智力 蓝药丸则是傻瓜药 会让你暂时变得迟钝 放心 这两种药丸都没有副作用 效果也不会持续太久 但你必须选择其中一颗 才能继续做下一张卷子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选择吃傻瓜药 让自己暂时变笨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吃了聪明药 但后面的题目太难 导致成绩下降 那么我聪明的形象 岂不就崩塌了 为了维护高智商的人设 我宁愿给自己设个障碍 把自己变笨 这样一来 即便下一张卷子没打好 我也有借口 形象就不会受到威胁 事实上 在这个研究中 大多数受试者 确实选择了类似的策略 为了维护正面的形象 我们不惜主动搞砸一些事情 提前为失败找好借口 心理学家将这种行为称为自我妨碍 这是一种反向的印象管理 我们竟然会通过阻碍自己的成功 来保护自己的形象 你是否观察过身边有这样的人 他们曾经取得过令人羡慕的成功 因为能力出众而备受赞赏 但后来 他们似乎突然自暴自弃 把生活弄得一团糟 从人生巅峰跌落 这里面 是否有自我妨碍的因素在作祟呢 也许最初 他们并非真的堕落 而只是 为了维持他人眼中的完美形象 才给自己设置了障碍 社会唤醒效应 无论是焦点效应 还是自我妨碍 都揭示了他人的目光 如何扭曲我们的认知与行为 仿佛印证了那句他人及地狱 然而 他人的目光并非总是如此消极 他也有光明的一面 事实上 在某些条件下 他人的关注 能够显著提升我们的表现 我们都曾体会过 被人盯着工作 和独自工作时的表现差异 比如 当你在台上演讲 面对众多观众时 你的表现会比在无人观众时更好 还是更差 这取决于情况 如果你是一个演讲老手 演讲对你而言轻车熟路 那么观众的存在会让你的表现更出色 但如果你是新手 演讲对你来说是一个生疏且复杂的任务 那么观众的存在可能会让你的表现变差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顶尖运动员 在大型比赛中往往表现更好 更容易打破纪录 而普通运动员则更容易发挥失常 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是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关注时 唤醒度会升高 唤醒度指的是我们的精神和身体 处于警觉状态的程度 情绪越高涨 身体越兴奋 唤醒度就越高 这种高唤醒状态有利于简单且熟练的任务发挥 因为这些任务不需要太多思考和调整 只要精力充沛 干尽十足即可 然而 对于需要冷静思考和控制的复杂任务 高唤醒状态反而会削弱表现 这一规律 由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扎荣慈首次提出 被称为社会唤醒效应 归根结底 社会唤醒效应也是归属渴望的一种表现 我们之所以会在他人的凝视下 进入一种略带紧张的高唤醒状态 正是因为我们渴望在人前表现出色 然而 最终的表现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愿望 而是与任务的熟练程度息息相关 社会唤醒效应提醒我们 在准备执行任务时 必须考虑到他人的目光这一因素 如果你是老手 竟可以利用观众的存在所带来的兴奋感 全情投入 但如果你是新手 面对大量围观者时 你可能需要采取一些笨办法来降低任务难度 比如 在进行一场直播前 可以准备好超出十几需要几倍的文稿 并多次彩排以降低任务难度 因此 如果处理得当 他人的目光也能成为激发潜力 提升表现的积极力量 以上便是围绕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他人的目光 这个问题的思考 我们对他人的目光高度敏感 甚至会产生焦点效应那样的自作多情错觉 为了维持积极形象 我们可能会自我妨碍 在他人注视下 我们还可能出现社会唤醒效应 而这一切 都源于我们内心深处 对归属感和被接纳的强烈渴望 二 为什么我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自我服务偏差 自我服务偏差 就是人们会下意识地把那些更积极 更正面的东西与自己联系在一起 从而让自己感觉良好 自我服务归因 比如 我们普遍都有一种功劳归自己 黑锅往外甩的倾向 语文考了95分 是我用功 我太棒了 数学考了55分 是老师出题太偏 错不在我 这个项目谈下来了 使我谈判能力出色 但如果谈崩了呢 那是因为客户要求太刁钻 谈成了才怪 朋友多 是因为我为人真诚 善于交往 朋友少 使别人不懂得欣赏我 这些想法非常普遍 我们总是自动地 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把失败归咎于外在的因素 比如运气 环境不好 等等 于是 不论实际结果如何 都是错不在我 我都是棒棒的 这叫自我服务归因 过度自信 除了自我服务归因 自我服务偏差的另外一个典型表现是 过度自信 就是总在无意中 高估自己的运气和表现 比如说 很多人都知道 身边结婚后 有离婚的人不在少数 大约三成以上夫妇 都已离婚收场 但我们自己领证的那一天 却是绝对的 无比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爱情 是会天荒地老的 我们看别人 挺客观 但看待自己 无比乐观 甚至盲目乐观 这种有点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和高估 也是自我服务偏差的体现 也是很普遍的 那么 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无意识地拔高自己的本能呢 自我服务偏差起到的作用 很可能就跟强大的归属渴望 即刚才提到的印象管理有关 因为自我服务偏差可以帮助我们维护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 让自己感觉我总是对的 比如 本来是想假装愤怒唬住对方 但只要开始大吼大叫 就会真的暴怒 因为要是你自己不信 那你就很难骗过其他人 自我服务偏差的原理和他一曲同工 我们是真的相信自己就是棒棒的 而戴上这种幻觉之后 我们也可能真的会表现得更自信 更放松 更有魅力 没准 这就真的能给人们留下更好的印象 收获更多利益 除了提升维护形象 自我服务偏差的另一个功能是维护心理健康 自我服务偏差让我们感觉良好 有更多积极情绪 这毫无疑问就会给身心带来很大好处 比如有研究发现 自我服务偏差让人更少抑郁 抑郁症患者的自我服务偏差功能往往是失灵的 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更加可观 反而是那些懂得自欺欺人的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高自尊 其实维护心理健康这一点 也与我们今天的主题归属渴望存在微妙的关联 自我感觉很好这种状态被社会心理学家叫做高自尊 自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是不是有魅力有能力 形象好不好的一个总体评价 每个人的自尊水平各不相同 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而有些人则认为自己特别出色 然而心理学家发现 无论自尊水平原本高低 几乎所有人都渴望提高自尊 比如 一项研究表明 大学生对提高自尊的渴望程度 甚至超过了对信赖的渴望 那么 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自尊水平 心理学家马克·莉莉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自尊水平实际上是一个信号 反映了一个人是否被同伴和群体顺利接纳 就像汽车上的油量表显示 油箱里还有多少燃料一样 当一个人感到自己被社会顺利接纳时 自尊水平就会上升 这表明我们的社交状况良好 反之 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可能被藐视或抛弃时 自尊水平会显著下降 这种下降会引发痛苦和焦虑 促使我们努力重新得到接纳和认同 因此 按照这个观点 我们渴望提高自尊的背后驱动力 正是那强大的归属渴望 而自我服务偏差 则像是为自尊加上了一层滤镜 使原本的低自尊看起来更高 这样一来 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自尊带来的痛苦和焦虑 这种适度的扭曲 对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 如果自尊的作用真的如马克·莉莉所说 是只是社交状况的 那么我们对被他人抛弃和群体孤立的恐惧 确实非常强烈 以至于我们发展出自我服务偏差这种无意识的自欺行为 来缓解这种焦虑 不过 自我服务偏差 虽然可以带来一些社交方面的潜在收益 却也埋下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种子 比如 夫妻在谈论各自对家庭的贡献时 往往会认为自己贡献了超过50% 实际上 两人可能都高估了自己的付出 认为自己吃了亏 从而引发家庭冲突 所以 尽管自我服务偏差 在某些方面有助于我们维持积极的心态 但它也可能导致误解和不和 所以综合来看 自我服务偏差这个现象提醒我们 要在自信和自知之明之间把握好平衡 适度的自我服务偏差 有助于维护我们积极乐观的心态 但过度的自我服务 可能导致盲目自大 影响判断力 因此 我们虽然不必强求事实客观 却非常有必要事实反省 三 为什么外在的行为 会反过来影响内心的态度 我们内心的态度和外在的行动 谁决定谁 有人会下意识地回答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态度决定行动啊 我喜欢他 所以行动起来追求他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 于是决定辞职 难道不是这样吗 还真不一定 其实 内心的态度 有时候反而会被外在的行为改变 认知失调 比如说 有很多明星会假戏斟作 先表演一对情侣 然后就真的成了情侣 也有反过来的 像汤姆 克鲁斯 和妮可 基德曼夫妇 先演了一对情感出问题的夫妇 然后就真离婚了 从这些明星的感情历程来看 似乎就是先有了一种行为表现 然后内心态度才变得与行为一致 爱情有时是这样 有意也是 有些时候 我们不是先认为一个人值得交朋友 然后成了朋友 而是会反过来 现在行为上表现得像朋友 然后就真的成了朋友 在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里 心理学家谢礼夫 把一群孩子带到一个夏令营 先把孩子分成两组 故意制造一些冲突 让两组孩子结下梁子 心理学家想知道 接下来用什么办法能让这两组孩子化敌为友 结果 讲道理不行 一起看电影 不行 试过很多方法都失败之后 最后发现有一个方法成功了 那就是创造条件 让孩子们被迫合作解决难题 比如说 夏令营里的水源被破坏了 两组孩子都没法单独修复 他们只好被迫联合起来 一起解决问题 渡过难关 经过这样几次同心协力的合作 两组孩子 居然就逐渐摒弃前线 化敌为友了 孩子们并不是现在内心想清楚了 要让对方成为自己的伙伴 而是现在行为上表现得像是伙伴一样 然后才在内心里认可了对方 在这里 不是态度改变行为 而是行为改变了态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社会心理学里 最耐人寻味的一种理论解释是认知失调理论 失调 指的是我们的外在行为表现 与内在的自我概念发生了矛盾 比如我是个诚实的人 这是一个人的自我概念 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定位 这时候 这个人面临一个处境 他明明知道自己公司业务能力不行 却在老板的要求下向客户极力吹嘘 认可自己诚实 但行为上又要撒谎 这时 他的行为与自我概念之间就发生了失调 失调是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一旦出现我们就会有强烈的冲动 想要把失调消除掉 那怎么消除呢 有两种可能的选项 第一告诉自己 我是情非得已的 我是被逼如此 是老板给了我一大笔奖金 让我吹牛的 我这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如果能找到这种知识行为的外部原因 那么失调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那如果找不到足够强的外部原因呢 如果老板并没给我们什么额外的好处 那怎么办 这时 我们只剩下第二个选择 我们只能暗示自己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我自己真的想要这么做 或我不是在吹牛 我们公司真的很牛 这不就是态度反过来 被行为改变的情况吗 这个认知失调理论 是社会心理学最著名的发现之一 它是由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和阿伦森这师徒俩 提出并完善的 想法为行为辩护 不过 说到这里 我觉得对于行为改变态度这个现象的解释 还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 刚才说 当行为与态度不一致时 人们要么找外部原因来解释行为 要么改变内心态度来顺应行为 但其实 这里难道不是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多的选项吗 那就是大方承认自己做错了 也就是说 态度为行为改变这件事之所以发生 最重要的前提是 我们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我这么做一定没有错 所以我就是这么想的 人们很少承认自己做错 我们是为了维护面子 才偷偷地把李子给换掉了 也就是说 比起维护自己的想法 我们似乎有更强的动力 去维护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头脑的想法 毕竟别人看不见 错了也就错了 我们大不了暗自羞愧 但是做出来的事 别人都看在眼里 我认为我错了 不重要 别人眼里我是不是错了 才重要 这里真正关键的 仍然是他人的目光 所以行为改变态度 这种看似反知觉的现象 背后的推动力 其实还是那个 维护积极自我形象 渴望获得归属的动机 这个道理 也给我们带来一个 很重要的启示 要改变一个人 有时候最有效的方法 并不一定是从内而外地改变 先想明白一件事 然后再表现出来 而是应该反过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按照理想中的样子表现出来再说 然后慢慢的 你的内心会被你自己的行为表现影响 逐渐变得认同你自己的行为 最终 你就变成了你表现出来的那个人 对此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有一句经典名言 如果你想拥有一种品质 那就表现得你像是已经拥有了这个品质一样 戴维 麦尔斯在书里也有类似的总结 他说 我们不仅仅坚持自己相信的 我们也相信自己所坚持的 这些 就是围绕为什么外在的行为 会反过来影响内心的态度 这个问题展开了一些思考 四 最有效的说服术利用了什么心理 要让自己获得同伴 群体的认可 并不总得是委屈自己 通过改变自己来迎合他人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主动出击 通过说服来扭转他人的观点态度 让对方认可自己的观点 说服是人际交往的重头戏之一 也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研究课题 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非常复杂 随手就能列出好几十种 其中效果最突出的 恰恰是利用感性因素 来唤醒我们的老朋友归属渴望 针对人的归属渴望下手 说服效果出气的好 登门槛说服术 比如说 西方国家早年间那些上门推销产品的推销员 曾经发明过一种非常有效的说服策略 叫做登门槛技术 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推销员来敲门 他先不直接向你销售产品 而是问你能不能借口水喝 面对这么小的一个要求 善良的你当然一口答应了 你给他借了杯水 销售员就一脚踏在你家门槛上 边喝水边跟你聊天 但聊着聊着 他就提出了新要求 能不能进你家坐坐 跟你说说我们的产品 你会答应的这个请求吗 根据心理学家的调查 在现实中 大部分人都会答应这个进一步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 没准你就被推销员三寸不烂之舌打动 最后下单买了他们家产品 这里的关键是 推销员如果一开始就提出 能不能占用你一点时间 向你推销产品 你很可能根本不会答应 但推销员的做法是 先提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请求 先踏上你家门槛 然后再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进你家门 很奇怪 先小豪大 你就答应了 为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内心中 有一种潜在的心理压力 要求自己的言行 保持前后一致的压力 由于我们先答应了 对方一个小要求 等于传达出一个接受对方 向对方表达友好的信号 这时 他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你为了自己的行为 保持前后一致 就会在潜意识里说服自己 继续接受对方的要求 而归根结底 我们之所以有前后一致的动机 还不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 有那种利人设的渴望吗 我们在潜意识里 想要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办事可靠 不随意变卦的人 言行前后一致 其实是在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品质 以便更好地获得接纳 影响力的作者心理学家 西奥迪尼认为 登门槛技术 是最强力的说服术之一 因为人们想要保持 前后一致的动机 非常强大 还有一个事实 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登门槛技术 是各种传销组织 邪教组织 对成员进行洗脑时 最核心的技术 比如 国外一些不良组织 在发展新成员时 开始只是让他们 每天早晚参加 十几分钟的例行仪式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大部分人都愿意接受 渐渐地 他们开始让成员参加 时间更长的仪式和活动 每天几个小时 甚至通宵达旦 到了这一步 很多成员已经习惯了 按照交组织的要求形式 难以拒绝 这时候 邪教开始引导成员 自愿捐款 数额从几十元 到几百元不等 这也是个小要求 然后 他们渐渐加码 强制要求 上缴工资的一大部分 直到倾家荡产 这就是 登门槛技术的可怕之处 他一步步升级要求 引诱你进入圈套 而说服后来的你的 其实是一开始 答应了小要求的你自己 在不知不觉中 你就被想要维护 言行一致的可靠形象的渴望 拖进了深渊 社会关系的隔离 除了登门槛技术 传销 邪教这类组织 还有另外一种关键的控制技巧 那就是把成员 与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隔离 比如传销组织会把新成员 带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 没收他们的手机 阻止他们与家人朋友联络 与此同时 他们身边唯一能依靠的群体 就是传销组织本身 那里不但有心怀叵测的组织者 还有大量已经被洗脑的老成员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 那么在强大的归属渴望的驱动之下 这些无依无靠的新成员 就非常容易认可这个群体里的新伙伴 认可他们的观念 让自己迅速变成群体的一员 登门槛也好 通过隔离社会关系来洗脑也好 我们追溯到根本 发现他们利用的都是人们 渴望维持一个良好形象 以便获得接纳 渴望归属群体的动机 虽然刚才说的这些原理 可以用在一些体面的场合 用来增加我们自己的说服能力 但在这一部分的最后 我主要还是想说说 该怎么做防御 怎样保护自己 别着了这些厉害的说服输得到 第一种思路 是用魔法对抗魔法 用与说服者同样的技巧 来巩固自己原有的信念 比如说 登门槛技术 是诱导人们 先表明一个观念 然后利用你自己 希望保持前后一致的心理 来巩固它 那么利用同样的原理 当我们察觉到 有人要对自己展开 说服公事时 就要立刻抢的先手 预先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 公开站在自己的信念 这一边之后 就不太容易 再受别人观点的影响了 第二种思路 叫做态度免疫 这个策略挺有意思的 它类似于疫苗接种的原理 面对疾病 我们可以提前接种一个弱化版的病毒 让身体产生抗体 从而抵御真正的病毒入侵 同样 我们也可以提前接触一些 与自己观点相左的论据 尝试去反驳它们 这个过程就像是给我们的态度 接种疫苗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抵御日后他人的说服 比如说 如果你支持环保 那你就可以试着去了解一些反对环保的观点 去思考它们似是而非的地方 通过这个过程 你的环保态度就会被巩固 因为你已经预先考虑过反面观点 并且找到了破解之道 这样一来 以后有人试图说服你放弃环保立场时 你就能更从容地应对 刚才这些 就是我们围绕最有效的说服术 利用了什么心理 这个问题展开了一些思考 五 为什么会出现乌合之众 1961年 美国总统肯尼迪和他的军事幕僚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一致建议组织流亡的古巴军人武装入侵古巴 推翻刚成立的卡斯特罗政权 这个不义的入侵行动最终惨败 入侵的军队在古巴南部的珠湾这个地方登陆后 没几天就被团灭 成为国际笑柄 史称珠湾事件 这也是肯尼迪总统政治生涯最大的污点 肯尼迪政府的决定 事后看来极其草率 肯尼迪和他的幕僚 对行动的风险评估严重不足 还忽视了军事专家的警告 集体陷入胜券在握的盲目乐观中 妄想能够取得入侵的胜利 那么这些美国政府的精英们 为什么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帮乌合之众呢 群体思维 肯尼迪和他的幕僚所经历的 是一种叫做群体思维的现象 群体思维 就是团队的成员为了追求一致 维护和谐 压制自己的怀疑 结果最后 大家都一致地拥护 一个错误百出的决策 当时肯尼迪的幕僚中 没有一个任何敢于唱反调的人 所有人都相互迎合 最后一团和气的 彼此确认了错得离谱的判断 这是群体思维的典型案例 群体思维其实是群体里 所有人都相互从众的状况 你可能听过一个非常著名的 从众心理实验 研究者要求一群人 判断哪条线与标准线一样的长短 答案非常明显 只要不是睁眼瞎都能答对 这群人里 其实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受识者 其他人都是托儿 一开始大家都答对了 但到了某一轮 那些突起刷刷 给出错误答案 受识者虽然心中有数 但在从众的压力之下 许多人最后还是违心 附和那些托的选择 这个实验非常生动 展现了从众心理的威力有多大 人们宁可抛弃自己明显正确的判断 也要随波逐流 哪怕你们都是错的 我也要跟你们一起错 我们之所以那么容易从众 有些时候是因为信息不足 难以判断行事 所以大流往往是最稳妥的选择 比如突然看到对面一群人 一脸惊恐地跑过来 最稳妥的反应 当然是立刻跟着他们一起跑 但更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从众 还是因为强大的归属渴望 如何保证自己被群体接纳 在群体中有一席之地 从众就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加分享 人们有时候欣赏能力强的人 有时候欣赏做事靠谱的人 而在任何时候 人们都喜欢跟自己相似 跟自己同步的人 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通过从众传递出的信号 而从众的压力 一旦在一个群体里蔓延开来 就会出现前面说的群体思维现象 你好我好大家好 最后酿成了你错我错大家错 群体激化 除了群体思维 还有一种更极端的情况 叫群体激化 群体激化的意思是 成员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观点变得比讨论之前 还要更加偏激 比如一个原本偏保守的投资团队 讨论企业并购话题后 变得更加反对风险投资 每个成员本来可能都不是特别确定自己是对的 可一旦相互确认过眼神 就变得坚定无比了 这就比群体思维更近了一步 在今天的互联网上 有很多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组织在一起的群体 比如一些明星偶像的饭圈 这些圈子里发生群体激化的风险非常高 一个人本来可能只是比较欣赏一位偶像 但一旦经过群体激化 就慢慢变成了狂热粉 脑残粉 那我们该怎样预防群体思维和群体激化呢 心理学家贾尼斯提出过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 第一 团体讨论开始的时候 不要让成员过早表态 这样可以减轻大家的从众压力 更没有顾忌地发表意见 第二 设置一个讨论的魔鬼代言人 也就是一个专门负责抬杠的人 专门从反面角度质疑现有方案 如果小组里真的有持不同意见的成员 那就更好了 第三 把大群体拆成几个小组 分头讨论后再合并回报 人数较少的小组讨论 更容易产生不同观点 而不是盲目跟踪多数 第四 邀请局外专家或合作伙伴参与讨论 提出批评意见 外人视角可能发现内部成员难以察觉的问题 第五 在最终实施决策前 再召开一次第二次机会会议 所谓第二次机会 就是给曾经反对或质疑的声音 一个重新发言的机会 哪怕他们已经被说服了 这是再次反思方案的重要时机 如果这时还有人坚持不同意见 一定要慎重对待 总之 想要预防群体思维和群体计划 那就既要营造一个包容差异 鼓励批判的讨论氛围 也要通过合理的机制 让反对的声音能发出来 责任扩散 群体思维 群体激化 是缔造乌合之中的两种机制 除此之外 还有第三种机制 那就是责任扩散 责任扩散的意思 是随着个人融入群体 个体的责任感会变得非常单薄 人单独行动时 心里总是绷着一根弦 是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 而一旦融入群体 这根弦就松懈了 这也会带来不少消极后果 比如说 如果很多人一起做项目时 责任不明确 那人们就会搭便车 出工不出力 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喝 再比如说 如果有茫茫人海做掩护 人们不用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那么过激的言行就会增多 球迷各自看比赛时 可能一个个都是守法公民 但聚在一起看球赛 变身足球流氓的概率 就大幅上升 再比如说 有人遇到危险时 如果周围只有你一个人看到了 那你很可能会伸出援手 但如果旁观者很多的时候 反而经常会出现一种集体冷漠 没有人伸手帮忙 这也是因为身处群体时 责任变得不明确 每个人都觉得 这是未必该由我管 那有没有一些措施 可以减轻责任扩散的危害呢 方法就是 我们要通过一些方法 增加个体的可变时度 让隐没在茫茫人海的个体 重新凸显出来 这会让消散的责任感 重新浮现 个体在群体中的可变时度越高 越容易被认出来的时候 责任扩散现象就越少发生 比如在团队合作时 可以通过实名制 轮流发言这些方法 来提高个体曝光度 激发责任感 还可以事先明确 每个人的分工和责任 避免出现责任模糊 而对于那些等待被帮助的人 也有一个实用建议 那就是不要模糊地 笼统地呼救 而是要把责任 落实到身边一个具体的人 要看着边上的一个人说 这位穿红色T恤的先生 我需要你的帮助 请你过来帮一下我 这会大大激发 那个围观者的责任感 而一旦他伸出援手 其他人就会从中 这就是我们围绕 为什么会出现乌合之中 这个问题展开的一些思考 六 总结 通过刚才这五个问题 我们从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开始 一路说到态度的改变 说服的效果 以及人在群体中的迷失 从这么多例子里 我们都看到 在面对他人 面对群体的时候 人们会尽力证明 自己能力出众 品质优秀 证明自己与对方趣味相投 而这种种表现 都反映出人 有一种渴望被伙伴认同 被群体接纳的强烈动机 这种动机之所以这么强烈 背后 其实有非常合理的缘由 那就是 我们人类这个物种 单个个体的生存能力 是有限的 力量 速度什么的 都一般 可一旦很多人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群体 通过相互关照 相互学习启发 以及分工合作 人类的力量 就会变得异常强大 征服这个世界的 不是任何一个个体 而是人类这个群体 总体上 人类组成群体后 非但不是乌合之中 反而是战斗力 远超个人的精英团队 显然 归属于群体这种渴望 是一种保障我们生存 和繁衍的心理机制 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 一种心理机制 但是 刚才的一些例子 也让我们看到 归属渴望 也有它的黑暗面 证明自己优秀的同时 会造成很多 不切实际的幻觉 证明自己可靠的心理 可能会被人利用来洗脑 而迎合群体的冲动 会造成群体观点 严重扭曲 个体责任消散 可见 归属动机是一把双刃剑 很多时候 我们必须努力思考 如何平衡小我和大我 个体要主动融入集体 但也要保持独立人格 要听取不同声音 但也要坚守原则底线 群体既要抱团取暖 也要设立制度 让不同的意见发生 只有小我和大我优势互补 我们才能在与伙伴的守望相处中 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共生 这就是我们分享社会心理学 这本书的上半部分 下一期 我们转向理解社会心理的第二条线索 心善与对抗并存 下期我们会设计的问题有 在爱情关系中 我们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 人们的利他 助人行为到底是图些什么 个体差异 比如性别差异 如何阻碍相互理解 如何破解囚徒困境 以及偏见如何形成 怎样应对 等等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订阅 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给出你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